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說說巴西最近買俄羅斯的化肥選擇用人民幣結算 俄羅斯還說現在發展中國家都願意用人民幣來支付 另外也想說說中國另一項世界第一超越美國的東西 中國以3D彈的方法製造最新的戰機,真是像下餃子一樣快速生產 金磚國家率先出擊,在去美元化的浪潮當中選擇主要人民幣 一大船來自俄羅斯的化肥運到巴西,被巴西要求使用人民幣結算 中央俄羅斯媒體在11月23日的報導 俄羅斯工業家聯合會礦物肥料生產委員會主席 烏拉爾聯合化肥公司的所有人,德米特里、馬澤平 在向俄羅斯總統普京匯報工作時看到 他們公司向巴西出口化肥時已經用人民幣結算 馬澤平說,面對西方的制裁,俄羅斯化肥出口箱 目前有三大困難,包括租船、保險和支付 他說,最近他們都學會了不用歐元和美元 據說,例如在巴西銷售化肥時就用人民幣結算 而私用人民幣結算,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幫助貿易雙方繞過制裁 俄羅斯之所以同意私用人民幣,也因為大家都是金磚國家 人民幣也算是本幣,符合金磚國家去美元化的核心思想 馬澤平表示,公司將來還希望能夠用俄羅斯的勞報結算 正常來說,俄羅斯和巴西有比較大的貿易順差 在經外活動中,俄羅斯佔上風 巴西有較多買俄羅斯商品的需要 如果使用本幣結算,也應該使用勞報 但馬澤平和俄羅斯總統保經匯報工作時候說了幾句話 他說,快戰中國家普遍打算用人民幣支付 雖然俄方希望這些國家可以選擇勞報 但這些國家都覺得人民幣的流動性更好 實際上,兩個國家不是跟中國做生意 但是選擇了用人民幣來結算,這也不是第一次 今年六月底,印度最大的水泥廠買了俄羅斯15.7萬噸的煤炭 也拋棄了美元,用人民幣付款,給了1.72億元 收款的地點也在第三方,即是阿聯酋敵敗的分佈 之後,印度一位前經濟事務部部長還忽發奇想 希望以後可以建立一個人民幣、印度勞比和俄羅斯勞報的交易體系 巴士和印度的選擇,終於證明,發展中國家普遍打算使用人民幣結算這句話 有相當高的可信度 相信,還有很多俄羅斯和其他國家的交易 其實是用了人民幣結算,只不過沒有公開講 稿衝突之後,俄羅斯非常強硬地加速去美元化的進程 希望各國都能夠接受勞報結算 在天然氣的貿易,勞報結算令推行得不錯 一舉逆轉了勞報的幣值 大勞報結算令,還有一些倉缺,有些隱患 一種貨幣,如果想提升在國際交易中的份額 那有幾個必備的條件 第一,需要能夠自由地兌換成為其他貨幣 第二,國際支付不能夠有限制 除此之外,第三,貨幣不夠有的政府不能夠採取多種匯率制度 2007年,俄羅斯宣布路布成為自由貨幣 但在全世界認可度並不太高 而將俄羅斯在國際貨幣基金每隻IMF中 只有120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 特別提款權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設的一種 儲備資產和記帳單位 而美國和歐洲現在還打算將俄羅斯踢出IMF 這些都是勞報無法擔起去美元發大期的原因 巴西選擇用人民幣結算 強調是體重人民幣的流動性 流動性的本質就是清償能力 錢拿在手上不會用不到出去 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份額已經超過日元 按2022人民幣國際化報告數據 如今人民幣在國際支付已經排名全球第四 即使從IMF特別提款權的圍道來說 人民幣也是排名第五的主要儲備貨幣 總共來看 如果想最快這樣實現去美元化 中國需要作為主力 用人民幣國際化去加速這個進程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 巴西主動選擇人民幣作為買花肥結算貨幣 既顯示它對人民幣的信心 亦顯示它手上有人民幣 人民幣的流動性正在急速擴大 巴西亦信任人民幣的匯價不會大幅波動 所以才會用它作為一種交易貨幣的指標 第二 俄斯化肥巨頭 一句發展中國家普遍打算使用人民幣結算 亦顯示了人民幣開始凝聚力量 第三 今次五角顯然都有去美元化的意願 願意做非美元的交易 而人民幣是除了他們的本幣之外上街的選擇 第四 美元的地位正在一點一點的削弱之中 另外想講講 原來現在可以用3D打印戰機 目前央視新聞記者走去瀋陽飛機工業集團 曝光解放軍新型戰機的智能生產車間 其中幾架沒有公開型號的新型戰機 格外引人注目 中航瀋陽飛機工業集團的博士李曉丹還透露 新型戰機的零部件 採用了3D打印技術 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首個用3D打印技術 規模化應用在新戰機製造上的國家 李曉丹還說 前段時間首飛的新型戰機型號上面 就批量裝備了3D打印的零部件 他帶領的科研團隊用了8個月的時間 做了寫出來有800多頁的實驗 一一證明了3D打印的零件、材料、工藝合格 用全面的性能數據證明研發成果可靠之後 才將新研製的零件首次裝在飛機上 李曉丹的說話透露出幾個訊息 一個就是前段時間首飛的新型號戰機 應該是指骨英001型戰機 就是中國研製的第二款第五代隱身戰鬥機殲35 第一款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殲20 殲35據稱是中國彈射型航母選定的艦載戰鬥機 用了3D打印的零部件 其次是既然是批量裝載 這樣就說明骨英001也就是殲35 上面就使用了很多3D打印的零部件 不是一兩個而是很多是成批零件 都是用3D打印的方式製造出來 據說新製造的方法會令到骨英戰機的零件數目 只有傳統工藝的50% 這個所謂3D打印技術本來是美國人先發明的 也是美國人最先用在戰鬥機製造上 但是好像現在中國這樣 成規模地批量地製造零件 用在最新研發的戰機上面 中國是世界第一 之前中航工業副總工人士殲15的總設計師孫聰 在兩會期間就透露了 太合金和M-100鋼的3D打印技術 已經廣泛用於新型戰機的設計和試製過程 其中在2012年10月首飛成功中國自行研製的 第一架航母艦載機殲15 就廣泛用了3D打印技術 製造太合金主乘力部分 包括整個前起落架 在殲15戰機上面 它的前起落架大型整體太合金支撐框 利用了激光增彩技術 也就是3D打印技術製造而成 之前需要螺絲釘進行連接的兩個或多個部件 通過3D打印技術就可以一次成形 起保證足夠強度的同時還減輕了重量 也都降低了加工的難度 目前已經累計飛行起降一萬餘架次 工作正常 孫中院士後來在央視另一個節目開講 裏面介紹 殲15要做一個太合金的形材 全飛機皆以來只要20公斤 但光是加工機械拉伸機的投入 就需要5億元 而在過去一個5公斤的太合金航空二型件 採用傳統加工方式就需要100公斤的材料 但當中95公斤就會變成碎屑要消耗掉 浪費率高達95% 而採用3D打印技術 5公斤的部件只需要6公斤的材料 做出來稍微切削一下就可以使用 3D打印技術 目前在全球也是前沿技術和前沿應用 最尖端的航空工業 對這種技術最為關注也最嚴謹 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可以簽這類技術的工業嘗試 但他們一直稱為近正成型的加工技術 在美軍最先進的F-20、F-22和F-35戰機都有應用 不過因為加工工藝困難等原因 美國未能大規模地應用 但美國將這些技術一直裝為先進製造技術 由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牽頭 組織美國30多家企業對這項技術長期研究 在新型戰機上用3D打印技術 主要是指鈦合金3D激光成型技術 鈦合金具有密度低、比強度高、屈強度高 耐飾性和高溫力學性能好等特點 被廣泛應用作各種機身的加強框、量、摺頭等 飛機大型的關鍵主成立結構件 第四代戰鬥機當中 鈦合金結構件的用量 由F-16大約3%增加到F-18E、SOE-17的15%以上 而第五代戰鬥機 美國的F-22中的鈦合金結構件 用量已經佔機身結構總重量的41% 事實上 大型整體鈦合金結構件的用量高低 已經成為衡量飛機等國防裝備先進性的重要標誌之一 而中國戰機的鈦合金比例一直不斷提高 殲8戰機用鈦合金只是2% 殲10就用4% 到殲11已經用到15% 而從第五代戰機開始 基本上就是一架鈦合金加複合材料的飛機了 傳統飛機 鈦合金大型關鍵構件的製造方法 是斷造和機械加工 首先要用著大型鈦合金注定 然後斷造製胚 再加工成為大型的斷造模具 然後用萬噸級的水壓機等大型斷造設備 斷造出零件無胚 最後再用無胚零件 再用大量的機械加工 聽起來都覺得很複雜 所以耗時費力 還要用很大量的電 而美國為了可以更快地製造出鈦合金的結構件 提出用激光成型技術 就是用3D彈印技術來製造飛機的鈦合金構件 但是直到今天 美國依然沒有成功掌握大型複雜整體構件的激光成型技術 中國的鈦合金激光成型技術 起配得較遲直到1995年才開始投合研究 早期基本上是跟隨美國的學習階段 不過最後就後來居上 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黃華明教授 首先掌握了飛機太合金大型複雜整體構件的激光成型技術 黃華明教授經過當年的努力 和他的團隊探索了一種加發的高性能金屬零件製造方法 通過電腦控制 用激光將合金粉末融化 接著隨著激光有規則地在金屬材料上游走 逐層堆積直接將這些部件生長起來 根據零件的CD模型 一步完成大型複雜高性能金屬部件的近中成型製造 黃華明教授這項研究成果 令中國成為今世界唯一掌握高性能大型金屬零件激光直接製造技術 並且實現工程化應用的國家 如今黃華明團隊的高性能金屬構件激光增裁技術 已位於國際領先水平 無論是瀋陽飛製造公司的殲15和殲35 以為成都飛機製造公司的殲20 或是新鎮飛機製造公司製造的運20 這些先進戰機都運用了黃華明發明的 這項激光3D打印製造技術 簡單總結 中國的3D打印製造戰機技術領先全球 亦都可以想像這樣大大加快了戰機的生產時間 中國造戰機就好像做大型驅逐艦那樣 好像下餃子一樣大批大批地做出來 另外在石頭台的時事快評 我會講到中心法院否決批出 律政司就黎智英聘請英國律師的上訴許可 意味著律政司不可以再上訴至中心法院 而特首李家超就說會尋求人大釋法 究竟未來會怎樣發展呢? 另外在石頭台的10分鐘看中國節目 我會講到國民黨台北市市長當選人蔣萬安 事前沒有人估計這個年輕人 到底會打低民進黨的大將陳時中 到底這個蔣介石曾宣是靠什麼當選呢? 歡迎到石頭台免費試看 大家好 巴士的報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頭台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頭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10分鐘告訴大家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10分鐘 看石頭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國家 石頭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報訂閱石頭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報 去巴士的報網站就可以找到石頭台 瀏覽石頭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